好那我們全部公開的話 那就是上禮拜要送給大家的 你有沒有發現幾乎都漲了 9成了吧勝率應該是接近100% 你看台積電長 四星 廣達 具有 瑞陽今天也是漲的 總美金是漲的 華晨是漲的 宏德能源 平盤 雲豹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沒有差太多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買 因為他是新創版 新創版他有那個財力證明 再來就是四季鋼的部分也是漲 所以可以說是全面獲勝的 無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都是標準 我是何基鼎 超過二十名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我與阮木華在 財經軟實力 分享最前面的投資觀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擦盤策略 幫你培養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 分享 助教我的LINE AT 歡迎收看財經軟實力 觀眾朋友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這個網路的問題 稍微delay了十分鐘 我們現在節目正式開始 在我旁邊是摸耳投顧的 何基鼎分析師 基鼎你好 大家好 我是距離老師 這個 明天就是選前最後一天 對不對 刺激的日子要來了 但是大家關注一個話題 就是說在期貨市場外資的 大台進空單的流倉部位 居然到昨天高達兩萬五千口 哇你上這個祈交所的網站一看 這個約當的現金部位將近900億 代表外資壓了將近900億的空單 在那邊 然後外資是看不好選舉的後面行情 我覺得沒有那麼糟糕吧 那不然怎麼放了那麼多 22個月的期貨空單的進流倉部位 對22個月22個月來 其實我覺得外資真的是蠻擔心選舉的狀況 因為畢竟選舉的變數真的蠻難說的 哇想要歷年選舉怪事特別多 我記得好像上次是子餘道歉嗎 子餘道歉 哦你是說上一次的選舉 是不是有一次是子餘道歉 然後就整個就好像有點反轉 還是怎樣 反正變更多票嘛 對不對 那選舉前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怪事 對對對 那最有名的就319 2004年3月19號 對指數跌停版 指數跌停版 這個很多我們觀眾朋友年輕的人不知道 對啊指數跌停版大家能想像嗎 指數都能跌停 那旁邊上所有的個股是漲怎樣 全部躺平 幾乎都是躺平跌停啊 你想要賣股票根本就沒機會 可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如果能撐住的話 其實後面還是賺錢哦 怎麼說 就怕你撐不住 等一下我們會把那個319當時的圖形來放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說 外資放空了那麼多的空單 到底是不是就是要做空 就是看跌 其實我覺得也不至於 因為其實從外資的買賣超來看 從2020年到2022年啊 連續三年其實外資都是賣超的 賣了兩兆 都是賣超 賣超兩兆 對那一直到了去年 2023年才變成買超 他買超了2486億 那他買超2486億之後才剛過 年才剛過完不到幾個交易 他馬上就要轉空馬上把他部位全部清空嗎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你認為說這25000口將近900億的空倉部位 是一個避險單 我認為只是一個避險 選後沒有事他就補回來了啊 選後沒有 你他如果有長期在關注那個期貨未平常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外資他動作很快 對 他你看他現在是2萬多口的空單 可能下禮拜選後 可能是2萬口的多單也不一定 這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補空的力道會造成大盤噴噴上去呢 我覺得這是蠻有可能的 這個就是說補空其實他也是一個這個多方的力量啊 對啊 再加上我覺得以今天的一個指數來看 今天指數漲了白點嘛對不對 那今天指數漲 今天是一度漲白點盤中啦盤中最多漲109點 最後只有漲79點對不對 沒錯 可是大家想看今天有不確定因素哦 今天晚上要公佈美國CPI 哦對沒錯 對 這個數字看起來會往上再深一點 我覺得不會太好 數字不會太漂亮 因為油價3.2嘛 油價沒有再跌 對 再來就是運價 對 運價有往上升 所以我認為CPI應該公佈的數字 不會如大家想像中的這麼低 是 應該會稍高一點 那既然會稍高一點 這幾天台股 美股 通通都在噴 哦 哇這個納薩克指數漲的真多哦 對啊那個輝達 嘿嘿 輝達連續5天哦 連續5天漲哦 輝達連漲5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 我個人是撐住的 我撐住的現在也全賺了哦 是哦你有回答 我有回答 OK 那個我有回答跟Meta 還有微軟 OK 因為 微軟創歷史新高啦 通通都創高 對啊 微軟創歷史新高啊 要買就買科技 哦 所以其實證明 像今天四星也是創新高嘛 四星已經快四千啦 我覺得會五千啦 那也是嗎 看起來他還沒有跌 大家就會覺得 四星很高很高很高 呃就會覺得不能買 你覺得太貴 但實際上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那麼高的時候是大力光 大力光那時候剛破天 千的時候 哦那時候 真的台股沒幾家破千 只有宏達電 然後大家都說有千元 千元魔咒 對不對 宏達電破千之後就馬上一路往下跌 然後那後來那個大力光啊 漲破千之後大家就覺得沒救了 因為覺得 千元股就有千元股的宿命 就是碰到一千塊就往下跌 結果呢 大力光一路向上慢慢震盪走高到六千 哇大力光正好遇到了他的天命年嘛 那幾年就是智慧型手機 呃開始哦取代所謂的 呃智慧相機的一個時代嘛 對 過去就是數位相機嘛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不要看他股價很高 感覺他不會漲了 就覺得嗯 要放空他 你會發現哦 以前放空在一千塊左右呢 那時候放空大力光的 現在那個草都漲很高了 哈哈 所以我覺得 投資股票你不要用那個股價的高低 或漲跌的高低啊 你就是用感覺去覺得他很高的 他就是會跌 不要 因為你要看的是趨勢 如果趨勢還是繼續向上的話 那我認為 你就要堅持做多 OK 那以目前來看 我們看到的四星 四星的部分 欸我們好幾集的節目 都有跟大家講四星嘛 對不對 四星的部分我們先看好了 好 四星的部分我們看 欸他真的啊 他是底部不斷的向上踮高 你完全沒有看到他的敗筆啊 所以你就不能因為他的股價很高 而感覺他就是過高 就認為他 漲不動了 就認為他會跌 甚至是放空他 那我們就用我們之前教大家最簡單的嘛 就是KDD嘛 就是每次KDD指標到低點的時候 你去觀察一下他的股價 有沒有跌破前滴 如果沒有跌破前滴 其實實際上 他就是甚至是另外一個進場機會 比如說 我們在 10月初 還有11月 就10月底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那一次有沒有 KD很低了 股價沒有比前 那時候沒有比前波低 因為現在已經太遠 照不到前面了 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那時候大概在2500左右 是第一次很好的進場機會 好 那你那次進場之後 他就一路向上 漲到了3300左右 從3300、3400左右 一路往下跌 跌又跌到3100 那時候KD指標又到相對的低點 那你發現 KD指標已經到低點了 可是你發現他的股價 比之前我們買進的2500是不是更高了 對 他也沒跌 那你經過了3、5天之後 這邊3、5天 你會發現他都沒有跌破 對 那就代表說這邊有支撐 那這邊有支撐 你看他底部就是一波比一波 越電越高嘛 那越電越高之後 如果你這邊能再加碼 再進場的話 這一波又上去 又到了3500以上嘛 是 那3500以上之後 他又修正了 那總部可能每天都漲不停 當然 多頭趨勢也是會休息 QK一下啊 好 所以這邊的下跌修正之後呢 你會發現KD指標要到相對低點 KD指標要到相對低點 這邊撐了比較久一點點 你會發現好幾天了 都沒有再創新高 然後呢 一天就被騎 不是好幾天沒 好幾天都沒有再跌了 沒有破底 沒有破底 沒有創低 沒有創低 那就代表說這邊是新的一個支撐 而且他也比前波低點還來的高啊 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他的那個底部就是一波比一波的 越電越高越電越高 那這不就是一個趨勢線嗎 他是一個多頭形態了 對 那也就是說 上升軌道 上升軌道 那也就是說 今天創新高 當然不建議大家去追了 那也許下一次 在KD指標在相對低點的時候 你發現他還是在3500以上 那可能就是又是另外一個新的買點 那個時候也許你進場之後 你發現下一波四星就到5000 甚至是6000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預設股價會漲到哪裡去 因為只要是趨勢向上 我認為就是多頭 多頭的話你就不要輕易去看空他 你應該是要盡量偏多去做操作 好那這是四星的部分 那四星的部分我們剛剛講嘛 那個大盤的部分大家很擔心 大盤的部分我們先從就是技術面來看 技術面的話 我們前一波有跟大家講說 這是一個V轉 V轉之後他突破了17500點 17500點這裡是一個支撐線 昨天跌破 跌破 昨天跌破 有點危機 有點危機 那今天漲上去不就是一個假跌破 那既然是假跌破 我們再搭配 你看一下假設他就守在17500點 那比之前的低點 比之前的低點連續兩波低點 是不是都有越電越高的味道 那你就說跟剛才的四星一樣啊 多頭趨勢他沒有改變啊 那即使外資放空 我覺得外資也是看多 他就是在做避險 畢竟選舉有太多的變數 我剛剛我們剛都聊到那個子余道歉319 我還想不到有其他更誇張的事情 這兩件事情就已經夠誇張了 好 所以那我們再看到 當然投資股票 你不能只看那個技術面 那我們再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你看一下美股 美股你有感覺他像是要跌嗎 好像也不是啊 美股是三角盤整 那個年前後行情不好 但是美股這兩天行情又翻多了 對啊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是什麼 道琼指數 他是在走一個三角盤整 這三角盤整他的意思就是 你看他跌下來之後 反彈再下去來來回回 他的幅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他就是一個三角形 就是上下上下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就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看到美股的部分 他就是走一個三角盤整 而且快要突破三角盤整的高點 那三角盤整 他是一個繼續形態 什麼叫做繼續形態 也就是說本來是長的 繼續玩之後他就會繼續長 他本來如果是跌的 本來如果是跌的繼續形態完 他還是會跌 OK 那所以以目前看起來 道琼指數的部分 長起來之後他是不是繼續走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完了以後他如果突破這個三角形 就代表說他整理結束了 整理結束之後他就會再噴一波 而且我覺得昨天晚上先噴 我是非常意外的 為什麼 因為CPI還沒公佈 所以可能已經有人知道CPI數字不會太差 我認為是CPI的數字不管是高還是低 對 都是漲 OK 因為這幾 反正已經頓化了 我覺得已經頓化了 其實我發現去年啊 我每一次在CPI公佈之前 如果股票不跌 不跌就是先漲的 後續公佈完之後都是漲的 OK 還有非農就業 我最近真的覺得蠻準的 每次公佈非農就業的時候 公佈完之後幾乎都是漲的 所以在非農就業公佈之前 CPI公佈之前 反而都是一個蠻不錯的買點 那所以我剛剛其實想另外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我認為技術分析的指標 大家都學了很多種 但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其實是形態 形態是最重要的 你看這現在道瓊指數是三角盤整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那個台子 台子是那個 V型反轉形態 V型反轉形態上一波從11月 我們在節目也跟大家分享 就V轉 V轉之後 他走了一個拇指繼續形態 為什麼我這個拇指拉那麼長 就代表說拇指繼續形態上緣 是17500點 那他就是一個支撐 那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都是支撐的 所以我認為技術型態是最重要 還有 其實我們年初的時候 我上你的節目 財經一路發 那時候也跟大家講 那個去年年初的時候 那個台股是頭肩底形態 那頭肩底形態 我那時候也算出一個理論目標價 他是17200點 結果台股漲到17300點就開始下跌 去年 然後下跌跌到2000點 差不多 2000點之後到11月才出現一個 V型反轉形態就衝上去 那一波是國安基金進場那一波 對沒錯 所以其實我想證明的是 其實技術分析來講的 最重要的還是形態 但是其實一般人要去找形態 沒有經驗可能比較難 所以我才退而求 其實一直教大家就是指標 那指標的部分 大家要買的話 其實也沒有太難 我一直教大家就KD指標KDD 所以KDD就是可以很輕鬆的找到 就是形態 趨勢 就是你當每次KD的低點 你發現他的股價或指數 沒有跌破前低的時候 如果跟前波的低點是差不多 那不就是一個W型嗎 沒錯 那如果他的現在的低點 比起前波低點更高的話 那不就是趨勢向上的趨勢型態嗎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發現KD指標已經到了最底了 就是大概20左右 如果股價沒有持續的往下破底 就代表說他有撐 那有撐 那你當然是要進場的好機會啊 這就是鈍化的用法 所以我覺得KD指標大家可以去找 背離跟找鈍化 不要單純去找交叉 因為我覺得單純找交叉 交叉大家都會啦 高點交叉低點交叉 這個也就沒什麼學問了 對 所以你只找交叉的話 我覺得很容易會失誤啦 好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大家對台股沒有信心 剛剛已經講到就是稻瓊 稻瓊是趨勢向上沒有錯的 那我們再講到拳王 因為如果股王剛我們講過 股王是四星 四星的趨勢都向上的話 台股不太可能會跌 那再搭配 如果說台積電的趨勢也都向上 那你說台股下禮拜不漲才怪 好所以台積電看起來是有機會要往上了嗎 因為下禮拜是法說會啊 我覺得蠻有機會 因為其實他昨天公布的營收並沒有太亮眼 但是也不錯啦 他第四季是超出預期了啦 對 就是說他12月的營收是1763億 年減8.4%月減14年減也月減 那你會發現大家可能會覺得不怎麼樣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一下他的長條圖的話 其實他12月份的營收 你把他拉一條紅色的線拉出來 你會發現比11月還要低 14%沒有錯 但是跟歷史新高比起來是差不多的 對對 所以他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而且他的12月的營收是創去年歷史的次高 這樣看起來很明顯了吧 去年歷史最高是1月 最高是11月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12月 再來就是1月嘛 所以他是在歷史的次高 所以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表現相對的是不錯的 而且現在已經進入到淡季了 對 淡季還這樣 我想應該是很多就是現在大家都在發展AI都要找他代工 好再來我們看到技術面的部分 前一波的跳空缺口都有支撐嘛 那我們再用KDD KDD最近到了相對的低點 你會發現股價有沒有跌破這個缺口的支撐 並沒有 並沒有啊 也就是說缺口是有支撐的 所以你會發現台積電這幾天選舉的因素 CPI的因素也都沒跌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破600塊的日子很接近了 哦你是說突破600對不對 對突破600 往上衝 衝破600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很難 其實他也580幾啦 對啊 對啊其實不遠了啦 漲個3%都過了嘛 對 所以我們講台積電沒問題 四星沒問題 股王權王都沒問題 美股也在漲 那現在台股壓抑台股的一定就是什麼 就是選舉啊 那選舉的話大家很擔心 其實我覺得最近真的是好買點 大家很擔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319槍擊案那時候好不好 哦319 319那個時候 兩顆子彈 對兩顆子彈 那時候你已經進股市了嗎 對 還在做學習 還在做學習 好所以那一波有賠到嗎 沒有 哦 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算你厲害 319那一天 我記得我那次好像在吃飯 在吃飯 就是下午的時候嘛 對啊 這四點多啊 在吃飯 在台南掃街的時候啊 對啊在吃飯 結果阿扁兩顆子彈花過去之後 大家本來覺得連送會當選 結果整個就反轉 因為之前股市也都是認定 就是連送會當選 所以好像沒怎麼疊 就準備像這樣 結果沒想到一下反轉 反轉的話跟市場預期的不一樣 跟市場預期的不一樣 只有隔天有沒有 那天我記得是星期五 對不對 319發生的時候 星期六 星期天 星期一開盤 我記得那時候 星期一就選完之後開盤 對 我記得那時候大家很緊張 很緊張 像我們大家都去找那個 摩胎子 對 想要反過 做並線 結果摩胎子 我記得已經先跌停了 對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你想要並線都來不及了 結果 319發生完 星期一 馬上指數跌停 指數跌停 哇 那所有股票全部躺平 所有股票全部躺平 你想 你想要賣股票不可能啊 全部都跌停 然後隔天再跌一根之後 那時候政府就搭出來 哇 然後該接受的 該面對的都面對了 對不對 隔天賣壓結束 賣壓結束之後就 緩步向上 從6000點左右 一路向上墊高到6800點 所以這基本上原則 應該是一個好買點 對 那可是 我不是說選後 才是買點 那是在這麼極端的情況之下 你在選前 如果撐住的話 你選後大漲了800點 其實你在這邊買股票 你這邊也不會賠了 好 那重點是你要撐得住 你沒有撐住的話 你看到指數跌停 趕快把他賣掉 如果你是 期貨選擇權 可能就斷頭了 對啊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認為 沒有補保證金就斷頭了 對 我認為 因為其實 那個最近大家有做統計 選舉 總統大選過後 一個月 其實上場機率 是100% 哦 是嗎 真的 OK 選舉 你看連319 319算是選舉過後 你看還是漲的啊 還是漲還是漲 還是漲的 連這麼極端的例子 都會漲啊 那我不相信 明天後天會出現這麼極端的例子 不會啊 千萬不要這樣預言 這個我們在這個希望一切平安無事 大家平安 對平安 平安 所以這種機率太低了 所以我認為選錢啊 如果有下跌修正 還是蠻好的買 選 反正 反正明天啦 禮拜一啦 如果是有下跌的話 其實就你的觀點 就是應該下去買 對 好 這個其實我也認同了 就看跌多少的問題 那所以多點 呃 基本上選錢 你可能也不要買滿 留一點資金 可能萬一選後第一天跌的話 我們這個就前進場 我認為是 嗯 應該是選舉前都能率先表態的話 選後噴的機率是超級高 好 但是如果說選舉有些意外 對 他有可能會先下一些 然後還是會往上 對對對 這個機率也是蠻高的 因為我認為 台股不可能脫離 國際股市的範圍 因為國際股市一直漲的話 台股他就會跟上 反正選後如果有什麼意外 大家不要驚慌啊 對 對不對 反正股市還是會走他自己的路 對沒錯 好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用KD指標 如果你要找買一點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簡單用KD指標 其實我已經把KD指標很 很系統化的把它整理成一個 實戰金KD的指標 那比較重要的 因為金啊 為什麼用金 真的啦 是金的 因為很多人用錯方法 都只會找那個黃金 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然後結果賠錢 就覺得KD指標不好用 對 那其實你KD指標搭配用 就是你要看下面也要看上面 你不要只看下面 黃金交叉就買 你看下面如果說黃金插不起來 或者是交叉的時候 上面還在疊 你怎麼可以進場呢 所以你要上下 上下都要看 那我出界的話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找貝梨跟找敦化 我在節目一直就教大家的 但你要中階一點 因為有點複雜 我也很難在節目上跟大家分享 比較難一點點 比如說像你可以搭配 格蘭幣巴法用KD指標去找到支撐線 或者是趨勢線 那你可以搭配格蘭幣巴法 比如說假突破假跌破 剛剛也有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比較中階的用法 那如果你要再高階一點點 再進階一點點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KD指標去找形態 那你找形態有什麼好處 你可以判斷出理論的目標價 那你就可以找到比較好的一個買賣點 對 所以我覺得初中高支這邊 是給大家做參考 大家可以去往這個方向去找 當然我那個過年的時候 我自己有在拍那個教學節目 大家可以加我的LINE 到時候再去看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講 除了買賣點之外 選股也很重要 你已經講了兩檔了 四星跟台積電 我們上星期 就上星期 我們不是跟大家講說三大主流 AI能源 AI能源的部分 光是我公開的 台積電剛講過了 四星在創新高 我們也講過是在創新高 所以是贏的 廣達今天也表現不錯 還有具有 具有掌停 具有超級強的 好那我們全部公開的話 那就是上禮拜要送給大家的 你會發現幾乎都漲了 九成了吧 勝率應該是接近100% 你看台積電長 四星 廣達 具有 瑞陽今天也是漲的 總美金是漲的 華晨是漲的 宏德能源 平盤 雲爆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沒有差太多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買 因為他是新創版 新創版他有那個財力證明 對 再來就是四季剛的部分 也是漲 所以可以說是全面獲勝的 好那我們來看幾檔 就是廣達的部分一樣 廣達今天漲起來了 也就是我們上禮拜 如果介紹有買的話 今天也是賺錢 廣達也看起來是一滴比一滴高 對啊 KD指標到相對低點了 他底部也是越電越高 那追廣達表現得很不錯 再來具有 那更強了 我們上星期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在這邊 對 大概275以下 上星期講的 好那結果這兩天 這幾天就持續的攻漲停 昨天有漲停 但是沒有鎖死 今天直接就漲停鎖死了 夠強了吧 那當然 這麼強就不用追了 如果大家要去做的話 可以就學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金KD指標 再來就是瑞陽 剛剛也講了 瑞陽其實雖然說沒有大漲 但是還是相對的震盪低點 也許大家想要 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比較低位階的 就可以去看一下瑞陽的部分 好那 其實上次 上禮拜介紹的 勝率幾乎100% 那我們還有之前在11月底 送大家的AIPC概念股 也是100% 你看一下那時候跟大家講的 華碩 宏基 微星 打打打打打打 你事後去看 全部都漲斷 雖然說後續 你今天去看是有點跌的 但是 我們我記得我上上星期 有跟大家分享說要賣股票 對啦 要賣 紅機要賣 角度太陡了啦 對那時候 我是看這邊 我那時候我也是在我們 軟實力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說這邊要賣掉 S 為什麼要賣掉 一樣啊 KD指標已經到相對高點 我剛剛不是有說 有一個東西要做鈍化 他沒有鈍化 他到了80已經鈍了 鈍了以後 三五天沒有再創新高 三五天沒創新高 就代表說他短線可能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那所以這邊要先賣一波 那我們是11月底 在KD相對低點的時候 股價相對低點的時候 那時候才35塊 跟大家分享 一路漲到多少 55塊 這樣漲到55塊的話 這一波就漲了53% 53% 我也說獲利了結 就獲利了結 那既然獲利了結的話 AIPC的代表作是紅機 漲最多 那既然領頭羊都要先賣掉了 你其他人不賣嗎 其他你也當然應該要賣啊 所以其他部分你會發現 那賣了要不要買回來嗎 像聯發哥現在給回記憲了 我今天正要講聯發哥 OK 好 這個發哥我關心 對你看這邊我講賣的 賣的有沒有 KD指標發音鈍化 對 三五天之內沒有再創 沒有沒有再創新高 他就是賣出的訊號 這是實戰金KD 真的KD指標的用法 那這次我講三大主流車用 因為他說聯發哥車用 要是聯發哥跟車用會不會扯太遠 有啦他跟輝達合作車用金片 對啊 我正要講 對 他跟輝達有合作車用金片 而且現在那個車子啊 其實我認為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是一個標配了 對啦這個百萬左右車子 都有自動跟車 就是你不跟車 有時候開一開車就 打瞌睡 我真的開雪睡開高速公路 一定要有一定要有 常常就有 那個篩車的時候很好用 對啊 所以這是標配 所以現在車用金片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聯發哥在這一塊 他也佈局了很多 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說錯過上次的 就是AI還有能源 我們這次有車用 那車用我們現在公開的部分 就是新浦 聯發科還有台新科 那新浦的部分他電池模組的 對啊 因為現在電動車都是要用電池 那他其實也有佈局一些 就是車用的部分 那車用部分他有佈局的話 他就有相對來講 如果電動車賣的很好 他就相對受惠 那我們看到 如果用KD指標來看的話 他KD指標到了相對的低點 確實股價還是守在400塊左右 不過他最近比較盤整 當然是盤整進場 不要漲起來再去追 他前波漲很多了 對他前波漲很多 那就像四星一樣 那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找機會 看他有沒有支撐 再考慮要不要進場去做買進 對啊 所以新浦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再來就是聯發科 123456789 K線聯9黑耶 但是有點醜耶 如果說你家計除全席的話 不是連10黑 連10黑 對你家計除席的話 他其實走勢沒有那麼醜 他會再高一點點 他除席就除那個啊 2.24塊啊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KD指標是不是到相對的 已經到20了 對 他到20以後你看 以破底來做計算 是是是 一天沒破底 兩天沒破底 三天沒破底 四天沒破底 五天 已經五天了 他還是守在一個季線那邊 所以他五天沒有破底 就代表說他最近這邊附近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撐 OK 如果說未來選舉 有任何的利空 你發現他利空還是守在 現在這一條線附近的話 我認為是下一個進場機會 好 反正基本上 他的KD已經來到低檔了 對 他已經動畫了 賣壓 賣壓也沒那麼大了 而且量也縮了嘛 對 他已經就是說 KD到相對的低檔 他股價已經沒有持續破底再破底 但如果他今年再破底再破底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可能就要再等 聯發科他畢竟還是一家好公司 是啊 因為其實我做整理表格的時候 我不只是幫大家看技術面 我是基本面也幫大家看一下的 其實聯發科 昨天營收公布出來 不錯啊 月比年比都增長啊 營收我也幫大家更新到12月了 早上才剛更新 對這邊有沒有 年增是12%的 月增我記得1%多 對那 他年增12%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持續成長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股票 而且他殖利率8%很漂亮 我覺得這種股票 大家就可以留意 好那當然呢 聯發科的可以留意 台新科 今天其實表現也不錯 他先進封裝的 那其實做AI晶片 他比較需要做先進封裝 所以我覺得 台新科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剛剛突破95塊 這幾天可以留意一下 95塊到底是不是有支撐 而且KD指標已經到了 鑽的很低了 然後他又向上突破了一個95塊 這看起來是一個 轉強的一個味道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有點突破盤整區了 對 那好 所以今天的部分想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在跟大家分享 更多KD指標到底怎麼用 我新年的時候有拍一個 就是教學 你說農曆年嗎 農曆年 現在正在拍 現在正在拍 那為什麼要等到農曆年呢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因為農曆年 大家在家裡放假 可以有空看的 好 所以意思是說 農曆年還要再看到你就對了 對 農曆年的部分 如果大家想要 就是看我農曆年的教學影片 可以加我的LINE 我的LINE的部分 是小小鼠GD1788 也可以用手機 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官方LINE 當然呢 我上次的AIPC 對 還有上上 應該是上上次的AIPC 還有上次的 就是AI跟那個能源的類股 幾乎全部命中 對 所以大家想知道 這其中還有哪一些股票的 一定要加我的LINE 我直接就送給你好不好 你直接回我車用178 我就把這張表格完完整整的 包含基本面 本益比殖利率這些 還有哪一些產業的 全部跟你分享好不好 只要加我的LINE 下面還有四檔就對了 五檔 四檔 五檔 對還有五檔 還有五檔 總共八檔 你都會送大家 同時呢 加你的LINE 也可以看到你的過年的教學影片 加我的LINE 等到過年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會推播嗎 對我會推播 這個加LINE還蠻多好處的 過年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看到核基町 還可以選到那個金KD是不是 對沒錯 真正KD的指標用法金KD 不是金的不是假的 是金的不是假的 可以教你 不只有掌握所謂的鈍化 跟這個所謂的KDD對不對 對沒錯 那還可以學到所謂 葛蘭V8大法配合KD 然後最重要還是形態 核基底為什麼可以畫出這麼多形態 他到底眼睛怎麼看出來 這樣的形態 你都會跟大家講 對沒錯 好那就記得這個小老鼠GD1788 那如果有看 我們現在直播的話 你可以直接掃QR Code 是不是 就可以看到了這個核基町的 對 金KD的教學影片 金KD指標用法 還有五檔 還有五檔 對 記得要這個打車用178 你就可以看到這五檔 這不能黃牛要送 我現在幫你們壓迫他 不能黃牛要送 正在努力拍 好那我們今天 財經軟事業就到這邊 非常謝謝核基町分析師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軟大哥 拜拜 不論是 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買點 都是標準 我是何基底 超過二十年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我與軟木華在 財經軟實力 分享最前面的投資觀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 LINE AT